那個手你不覺得他那個角度很不自然嗎? 看起來真的不像是作假 有一天晚上 我看到滴滴站在這個廁所前面 然後他就一直往上看 然後頭還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說 滴滴你在幹嘛? 收起嬉皮笑臉 我們今天講非常嚴肅的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會講 網友投稿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靈異照片 第二個部分我們會進行 我本人的 滴嫂的一個鬼故事是不是 那第三個部分呢 網友投稿鬼故事就是重點 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 可怕 邪惡 邪靈 什麼邪靈 真的 那我直接就秀這張照片給各位看 這張照片呢 是有一天我私訊收到 是一個叫做Aaron的女生傳來的 一開始呢 我其實看不出來照片的特別 他是說他在國小四年級的時候戶外教學 學校呢 就是帶他們去某個知名的遊樂園 那這是二十年前以上的照片 所以這是底片的年代喔 那洗出來之後呢 Aaron就是說 欸 很怪 可是他說不出哪裡怪 可能是因為他當時是小孩子嘛 可是事隔多年的現在 他覺得他看出來不對勁了 我們也看出來不對勁 這樣照片很恐怖喔 那個後面那個 那個是章魚還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也好恐怖喔 你是說游垃圾身恐怖嗎 然後臉上打馬賽克也好恐怖 那保護當事人啊 那你覺得這個重點呢 那個手你不覺得他那個角度很不自然嗎 看起來真的不像是作假 而且也不像是修的 因為當時是底片年代嘛 你普通搭尖你也不會這麼歪啊 對 你覺得這是大人的手還是小孩的手 大人吧 大人的手 手指那麼長耶 可是大人不可能藏在小孩子的身後對不對 對 你講到重點 嗯 藏不住 他後面空的啊 假設這是小孩子手啦 我也覺得他藏不住 因為這個小孩真的很小 對 身體藏不住 所以在這個科學邏輯上 好像是說不太通 我覺得可不怕的地方在這邊 而且他是底片翻射 所以不太可能是修圖 對 而且那時候他是說 這是他同學啦 對 是Aaron幫他拍的 然後他就說 他要把這張照片寄給我 我說不用 不用了 謝謝你 好可怕 我只要電子檔了就可以了 然後他就說這張照片的同學就是保護他嘛 所以我們打了馬賽克 那我們也不知道說這個同學之後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像當年的紅衣小女孩就是那個影片有沒有 影片裡面的人就是有傳說故事嘛 對 傳說啦 但是這有點穿著附會 那有可能真的是生病還是怎樣 不一定跟靈異照片或是有什麼有相關 因為真的解釋不出那個手到底是誰的 好的 那如果網友呢 你覺得有任何的可以合理的解釋這張照片 歡迎在底下留言 你也有這種靈異照片的歡迎寄給我們看 啊不要寄實體的給我看 你就寄電子檔就可以了 好那我這邊強調一下 就是接下來我們要講的事情 欸 你怕屁喔你又不怕很乖 你在演什麼啦 我已經做效果啦 你也有真的會怕 你真的很 可是他吸掉了 這個只是一個小狀況 我們要克服 不要害怕 接下來再發生任何事情 整個桌子都飄起來了 你都不然害怕 不要自己嚇自己 繼續 剛剛叫對大的聲音就是你 這是這個效果 我不會怕的 他剛剛明明就整個都豎起來了好不好 才會被撞 他突然這樣子 真的是熄掉了耶 這就跟你當年聽到 然後叫我去開門一樣的道理啊 他在照樣了 沒有這些事情 熄掉了 這怎麼回事喔 他從來沒有這樣子耶 大家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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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誰啊 是我 是我不要怕 好的我們狀況排除了 接下來 滴嫂要分享一個 他從來沒有講過的一個經驗 我好像有帶到 可是沒有講到那麼細節 就是今天 是講這個詳細的版本 這個是我自己親身發生的故事 那是因為 我年紀很小 所以我印象不深 那那個記憶是有限的 那這全部的情節 都是我家人親戚告訴我的 反正就是那時候 我大概是三歲左右 那聽我罵形容就是說 當時的我其實不太會吵鬧 然後也算是安靜的小孩 那脖子會掛著一個奶嘴 只要是吵的時候 就會啊 就是把他堵住了 也是安靜的 聽說你很晚借奶嘴 這不是重點 你是不是六歲才借奶嘴 你已經跳出話題了 反正我是算是一個安靜的幼兒 是 對 然後有一天呢 我們全家呢 一起到台南公園去玩 然後大概是下午的時間 到晚上的時候 我們就回家吃飯 我吃完飯之後 我就說 啊 肚子痛痛 肚子痛痛這樣 我就指著肚子 跟我媽說肚子痛痛 隔天我媽就帶我去 熟識的那個腸胃科去看診 然後醫生就這樣摸摸摸 沒事啊 好 那就開個藥給你吃 好 那藥通常都是開三天嘛 可是三天吃完之後 我還是說痛痛 痛痛 就沒有好 就沒有好 沒有效果 然後我媽又再帶去同一間診所 醫生也說 真的沒有怎樣 然後又再開藥了 三天之後還是沒好 就只能再去同一間診所 連續看三次都沒好 第三次喔 是 結果你知道第三次的時候 那個醫生就這樣皺眉 看著我不說話 好幾秒 突然間就對著我媽說 這個我沒有辦法 你可能要去大醫院 就感覺很嚴重 才會說 才會說出這種話 你已經看三次了 對 他說我不說你看診費 你帶小孩趕快去看醫院 不要來我診所 我診所沒有機器幫你照X光 要更進一步 對 因為他說他找不到原因 好那這時候 我媽已經就是 你也知道 護子親切 就會就哭出來 就嚇到 他想說 自己小孩是得了什麼絕症 是怎樣 就很著急 對然後就哭了 那回到家之後 他就跟阿嬤阿姨討論說 到底要怎麼辦 長輩就會覺得說 你都看三次醫生了 還沒有效 不如我們來轉去 就是 神明的力量 來求助看看 你至少拜拜求生 也會比較心安 好那就先帶去台南永樂市場二樓 那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有一個演技的阿嬤 所謂的演技 就是說他看不到 然後他會算命很靈 他有機身 他就說他可以收緊 我媽就把我帶過去 然後那個阿嬤就要拿一個 類似鞭子的東西 就是 要把那個壞東西打走 準備要打走 然後通常小孩子看到那東西 一定會怕對不對 嗯 當時的我沒有 我就站著 然後這樣看著他 蛤 你用血眼喔 對 而且還笑 你好可怕喔 就是裡面不是我 那很像中血的感覺 很明顯是中血 然後我媽都嚇到 想說 這是我女兒嗎 怎麼會看著那個 靈媒然後這樣 就是不禮貌的感覺 你來啊你來那種感覺這樣 阿嬤就說 這很明顯是卡到啦 那我現在就幫你收個禁這樣 好 就收禁完回來 一樣 肚子痛痛 那我媽就想說 到底怎麼辦 這已經收禁了啊 還是沒有效 輾轉問到說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靈媒 另外一個阿嬤就對了 好 那就是找到那個阿嬤 那個阿嬤就是類似 自己開小商店 可是他會幫人家問詩的 他也是天上聖母的機身 比較靈驗一點 天上聖母是媽祖 是嗎 對對對 我們就去給他看 進去喔 他就說 這裡面有一個 功力很強大的靈魂 靈體黏著我 他就說這個是小孩子 是小孩子靈體 對 然後是我去某個地方 看到我脖子掛我的這個奶嘴 他想要找我玩 所以他就纏著我 所以那個奶嘴是罪惡的根源耶 就是讓你被附身的感覺 你要這樣講也是不一樣 你如果掛奶嘴的話 他搞不好就不會挑到 對 因為最後阿嬤是有講說 請你把奶嘴收起來 因為他還是纏著我 他不肯走 他其實應該是有跟靈媒就是交流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這個小孩 在對戰 好 那那個阿嬤就交代我媽說 你先把福令 就是放在家裡 一個禮拜 不准出門 因為這個靈體呢 會在家門口等我 你要忍耐 一步都不能踏出去 好 那那七天呢 我媽就是把我放在家裡 出去的話就是會輪流 有一些阿姨啊來照顧我 然後那個靈媒 還特別交代一個東西 叫說 買巧克力棒 就是那個 給他吃喔 不是 他說那個巧克力棒 不是長這樣子 一個一個的嗎 要放在家裡門口當鐵條 像柵欄一樣 對 就是一個象徵性說 我不能讓你進來 最後呢 那七天我就這樣過去了 第七天呢 我的阿姨就來看我 想說啊 好像好啊 我帶你出去走走 那我們出去就是國華街嘛 繞一繞繞繞 結果晚上回來 肚子痛痛 又開始痛 又來了 對 所以那個靈媒的意思 那個叫靈媒嗎 還是問世的阿嬤 她是跟你講說 可能也許是滿七天 可是你第七天那個阿姨就帶你 破戒了 對 就帶去國華街 時間還沒到嘛 對 沒遵守 然後這時候我媽就 只能再把我帶去這個阿嬤這邊 再去問說 啊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阿嬤就有點生氣 就說 啊不是說 就是七天啊 對啊 你怎麼沒有遵守這樣 就責備了一番 對 就被罵了 就確定說 真的是 哇 她還在我身上 然後她就說 現在你只能14天了 第二次化解會更難 對 那一陣子我媽 因為要照顧我嘛 每天都說肚子痛 所以她就要陪著我睡啊 每天照顧我的時候 其實她都會起雞皮疙瘩 因為我看她眼神 不是自己的女兒 很明顯嘛 因為女兒講話 跟神情那個態度 你會知道 而且還是三歲的小孩 怎麼可能會有銳利的眼神啊 對 會這樣看 斜的看這樣 而且本來會說媽媽 你氣是高的嘛 然後那陣子就說媽媽 這好恐怖喔 對啊 真的是完全被附身了 然後我媽就想說 這不是我的小孩 一定要解決這件事情 好 反正最後14天真的過了 第15天 我媽就在把我帶去那個 一樣的阿嬤 就說14天過了 到底有沒有解決這件事 她就說 無啦 她走了 因為上次我有跟她講嘛 你14天不過 我就叫天平天下來抓你 所以她真的走了 她為什麼會在我身上就是 想要找你玩 對 就是很可愛啊 然後年紀相仿等等的 所以想要找我玩 因為我身體跟她有排斥 所以我就會痛 小孩真的很容易被卡到耶 像我姐的小孩 就我姿姿也是 只要傍晚 她就不能在外面了 如果還在外面的話 她很容易會被卡到 又要帶去收緊 就是會一直生病啊 她最近眼神很奇怪 蛤最近嗎 現在進行室 因為她進室了 但她有去配眼鏡啦 因為妳只是要講這個哏而已 很會做效果喔 對她沒事的 沒事啊 她最近戴一副黑空眼鏡 很可愛喔 謝謝妳緩和一下 就是觀眾恐懼的一個心情 反正就是小朋友真的很容易被卡到 對 所以妳看我這樣子喔 幾乎就耗了快兩個月 全家雞飛狗跳兩個月 大家都過不好生活 然後也睡不好 所以之後呢 我只要肚子痛 我爸媽都很緊張 然後結果真的有一次 我國小了 我有一天又說我肚子痛 然後我爸媽就想說 啊是 又卡到了 又來了 又來了這樣 結果發現說 因為那陣子學校運動會 要玩呼拉圈 我就每天搖呼拉圈 妳也會做梗就對了 每天搖 搖到肚子痛 但是肚子肌肉在酸痛好不好 那其實不只是我卡掉 我在 我小時候才剛出生的時候 我姐也剛好卡掉 我姐的故事呢 就是以後未來有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 反正妳們家小朋友 都很容易卡掉 那厚厚呢 應該沒有吧小朋友 我小朋友嗎 應該沒有吧 我媽很忙啊 她沒有時間理我 就算我被卡掉 她可能也不知道吧 我就自己就好了 什麼有點心酸 接下來進入我們下一個 就是我要講 網友投稿鬼故事 今天由我來講 好 那這邊呢 有一個就是網友 叫 癢癢的投稿 接下來我會用 第一人稱獎 這樣大家比較容易 進入這個狀況 這是個 就是有關 我家人 在小時候失蹤的故事 那這個年代 已久 二十幾年前 故事的主角 我是一個小男孩 五歲 那投稿的人是我 我是這個 五歲男孩的哥哥 那有一天呢 我下課回家 我就看到我弟弟 在家門口玩 跟隔壁鄰居玩 因為我們家住的地方是 五尾巷 無背行 對對對 所以不會有車子進出 有車子進出的話 也是鄰居的 認識的 都認識的 所以是安全的 你知道嗎 那一天呢 我就是 在家門口都還聽得到 他玩的聲音 但突然就沒有聲音了 到吃晚飯的時候 我媽就叫我去找弟弟 結果呢 到處找都找不到 所以我就先去問鄰居 欸 你有沒有看到我家的弟弟 剛才跟他玩的鄰居嗎 對 他就說沒有 他剛剛就是說 就是去撿一顆球 之後就沒有再回來了 鄰居就這樣回我 所以我會在對面的鄰居的阿嬤 因為那個阿嬤 他常常就坐在五尾巷那邊 他都會在那邊看 像NPC那樣 NPC是什麼 NPC 我們家那邊巷子都會有NPC 你不知道NPC是什麼 翻譯一下 就是網路遊戲機器 就是遊戲裡面設置一個人 然後可能你跟他講 會有功能性 哦 我們家那邊巷子就有很多NPC 都會站在門口 真的很常遇到他 對 好 那這個NPC 不是 這個阿嬤就是說 欸 我也是看到他去撿球 但是你弟弟就沒有回來 不同的人看到同樣的事情 好 這時候大家都急了嘛 欸 會不會是被怎樣的呢 就是治安上的問題 都沒有回家會擔心 所以呢 全家就是 晚上都不吃了 就跑去找弟弟 尤其是阿公啦 阿公是很疼弟弟的 所以阿公就急到哭出來了 當天晚上呢 我們就走遍了 整個附近 公園跟空地 整個一帶都問 就沒有人看到我弟弟 所以我爸就只好去找警察 就只好報案 只好程序去報案 同時呢 我們家也是去找這樣子 雙方進行 對 雙方進行這樣 但是三天後 弟弟還是沒有回來 整個失蹤三天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比較民宿 如果你信者很信 不信者就不信這樣子 阿公在第三天 就自己去問認識的問事 是一個亡野基層的阿嬤 叫做阿美阿嬤 那阿公一進去呢 只跟阿嬤說弟弟的名字 他只是講弟弟的名字而已 結果這個阿嬤就說 欸 你是不是要找人 找他這樣子 就是立刻點出 馬上就感應到了 對 那阿公就嚇到說 你怎麼會知道啊 然後阿嬤就說 你們不要急 你們去這個湖邊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找 他說他人還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找了 家裡附近的確有一個湖 是我爸爸呢 在這個湖邊的樹叢下找到 弟弟他就是一直蹲在那一邊 然後眼睛閉著 然後衣服有點破掉 但是人是好的 就是身體沒有受傷 那我們就把他帶回家以後 問他說 欸 你這三天是去哪裡啊 有沒有好好吃飯啊 或是遇到什麼人啊 擔心他 對 他都沒有講話 他就叮叮 可是這很奇怪 因為我弟弟是一個 很健坦的人 活潑啦 活潑對小朋友 很好動很愛講話的一個小朋友 可是你問他 好像什麼話都不講 好像是嚇到還是怎樣 不知道 消失了三天之後回來 整個人性情都變了 家人本來以為就是說 欸 可能是剛倒回來 嚇到 而還沒回事 但是過好幾天也是一樣 就沒有好 直到有一天呢 晚上 我看到弟弟兒 站在這個廁所前面 然後他就一直往上看 然後頭還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說 弟弟你在幹嘛 他就這樣搖搖頭 其實那感覺就好像 他在跟一個人溝通一樣 好像在一個虛空在那邊講話 講到一半被我打斷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趕快去跟媽媽講 那媽媽又去跟阿公講 因為這個阿公 畢竟是找一個問世的阿嬤 去找回那個阿美阿嬤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我們再把這個弟弟再去找一次這個阿嬤 問問看發生什麼事 阿公就把這個弟弟帶過去 那我們全家人都過去 爸爸媽媽還有我 我們都過去了 然後那阿公就很急著問說 這個人都回來了 為什麼還是狀態卻沒有回來 靈魂不在 對 那這個阿美阿嬤就說 你等一下 他就把弟弟拉到旁邊 拿出一個髮器 他那個髮器 我很難敘述 就是印象中是長長 那這個阿嬤就蹲下來 就握著這個弟弟的手 這樣子握住 然後他突然就 髮器就舉起來 他以為是要打弟弟 結果不是 就只是輕輕的觸碰一下弟弟的頭部 然後他那個阿嬤另外一隻手就 摸著這個弟弟的後腦勺 這樣子 呈現這種姿態 只見了這個阿嬤就念 一長串的話 嘎嘎嘎嘎嘎嘎 聽得太懂 但是其中有一句是聽得懂的 就是說 你還不走 趕走 趕走 這樣子 台語的 其中有聽到 對 聽得懂是這樣 就是好像是在驅趕某種東西 過了好幾分鐘 然後呢 這個阿妹阿嬤就是問世的阿嬤 就轉過頭來 跟阿公說 你現在就是準備一些貢品 接下來我會幫你做一些程序 你們大家都不要看 那就是 爸爸媽媽媽跟我 我們就離開了 但是阿公有留下來 阿公有看到 只剩阿公跟弟弟 接下來他們就做一連串的一些法式 但是我們儀式過程是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就是被叫回去 就是說 不清楚 對 你們不適合看到這樣 欸 做完以後 阿公帶弟弟回家以後就好了 完全正常 對大如流 就問那個弟弟說 欸 你這三天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這弟弟就說 那天我去撿球的時候 就好像看到一個 模模糊糊的人影 把我走 我就跟著他走 你幹嘛 這樣子 我覺得背後很涼耶 那邊又很空曠 對 那個人影就跟他說 問他邊還有一顆球 你要不要去撿 他的弟弟就 好像糊裡糊塗就跟著他走了 這樣 有一個莫名的力量拉著他 對 所以他就是消失了 跟著他撿 那這個模糊的人影 到底是男是女 是阿姨還是叔叔 還是什麼 我弟弟說他也不知道 我在想有可能真的是太模糊 或者是他只是一個形象 沒有具象的一個東西 或是年紀很小 他也沒辦法分辨 後來這件事情雖然很大條 但是就是事情就過了 那我們就長大 長大以後 我再問弟弟 就是有沒有印象 你小時候 幼稚園的時候 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記得 他說他完全忘記 太小了 那才五歲啊 對 那就是唯一記得就是爸爸媽媽 就是有證實說 的確有發生這件事情 唯一呢 只有阿公看到儀式的過程 阿公也過世 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那個模糊的影像 到底是人還是鬼 或者是模型 然後儀式也都不知道 對 一個謎 對一個謎 我們會特別挑這個網友 偷考鬼故事 就覺得他蠻神奇的 對 那當中有很多不可解的東西 信者很信 因為說 唯一知道真相的阿公也過世了 是的 沒有辦法去知道說細節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網友 偷考鬼故事 非常感謝 再次感謝這位網友的投稿 謝謝你 是的 那厚厚你對這個故事有什麼感想嗎 就你中間有提到的那個儀式 這個儀式到底為什麼人家不能看 其實我蠻好奇的 因為我是有參加過幾次那種 提升起檔的那種 然後可能幫小朋友收啊 或者是幫誰收 通常旁邊都會可以有很多圍觀的人 不用迴避的 對啊不用迴避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蠻嚴重的 才不能給別人看 然後再加上買貢品這件事情 感覺就是在道歉 對 例如道歉或是要他求你放過 對 拜託你啊 拜託的感覺 應該是嚴重的 整體事情蠻詭異的啊 就卡到了 好的 那今天的討論到這邊呢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鼓勵迷信 但是的確有一些東西 我們必須尊重 來去尊重一些儀式 但是你如果人真的不見了 還是要遵循說去 趕快報警啊 對 報警才是最重要的啦